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工作压力大加上年轻气盛 当时的原姓时常对听力不好的母亲 失去耐心大声说话 我们在外面跑 有时脾气暴躁就回来 脾气不好就对她来出气这样 感到也是很后悔这样 她是不放心我过马路这样 有时我要自己搭巴士去 她说不要 所以你一直要带我去 母亲的爱是原姓在经历过 罹患糖药病 青光眼及肾病 种种的无偿考验 让她几近失去 生命中所有的一切之后 才学会珍惜的 你生病的那段阶子 你觉得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痛苦啊 就是我的老婆不要我这样 要跟我讲离婚这样 讲这种呆心啊 讲了之后 我是慢慢坐在家里慢慢想哦 我是想来想去 我是想自己照顾自己的病気比较好 她要离开我也没有办法了 我一直叫她回来 她也不要回来 那你会想念你的孩子吗 有时会想到啦 可是想到又没有办法怎样去找她 又不能 又没有人带我去找她 失去工作能力又要负担昂贵的洗肾费 加上失去挚爱的妻子和孩子 让原姓差点走上绝路 你要怎样自杀 跳大球 然后你是怎样 什么东西帮助你再站起来 也自己有想过自己啦 这样你这样做那个傻事是不肯 其实也是没有用的嘛 害到自己家人嘛 又害到自己把自己家人麻烦了 还是自己站出来 站出来自己照顾自己哦 要照顾自己 照顾自己的因素 生死关头的一面之间 让原姓决心放下已经失去的一切 珍惜在背后默默疼爱她的家人 再为洗肾半年 当时没有工作的她 在哥哥的帮忙申请之下 来到北海洗肾中心洗肾 护士们对慎友的真诚的关心及爱护 让原姓在短短的一年之内 有了极大的转变 很开朗这样啊 在死计时 很有得到关怀的心咯 爱心咯 我是要把那个爱心传给那个生友他们咯 全部生友咯 跟他们讲的什么 要照顾自己咯 要有脾气要改咯 要一起来吃素这样咯 干什么咯 吃素是我一生的健身 我吃了我的病 我的关系好气 很经常是有 以前我脾气很坏的 很暴躁的 怎样坏 一下子人讲我什么东西了 我就要打人啊骂人这样的 现在不会了 现在我改了很多人 除了从今年三月开始吃素 大家更没料想到一直努力想要改变过往习气的原性 已经开始做资源回收 及招募捐款会员 更在慈激洗线中心 行政统仁王毅君的鼓励之下接受培训 准备成为一名慈激职工 我是想说 人家帮我们 我要帮人家 我能帮到就帮人家 其实他真的是很自力更深 那也有看到他那种 对过往参悔的心 就是说这一点就是可以 可以鼓励其他的生友 甚至鼓励我们 志工们 这样子更精进下去 持素 让原性的身体健康 心灵清安 不再追悔过去的他 决心把握有限的生命 做更有意义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